在舞台中间,然后先让我们媒体朋友们先拍一张照 这是刚刚才拿下了我们这一个天岛声蒙女声奖 好,从我们右手边开始 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相当多,相为这个 点一下,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都补揪一下画面 好,右前方 那么中间前方你先 右边,右边 好,右边再看一下哦 好,那左手边也帮我们照顾一下 左手边刚刚是不是还没有拍到 好,中间再一次好了,谢谢 来,不好意思吗,右手边看一下下 好,最后右手边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呀,一直要不转弯 好,左手边也在 那有需要不开的麻烦最后中间,谢谢 好,再拍到 好,谢谢 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拿一下奖 然后说我们的地下麦克风 也请KerryCity呢,先和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打上交召 大家好,我是KerryCity,你好 请坐起来 KerryCity呢,非常厉害的就是从1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创作了 然后呢,累积非常多的音乐 当然在去年终于发生了这个首张专辑 沙眼 没错,没错 很多人都说很好听耶 上一次我碰到Hush的时候,Hush也说 我自己好迷KerryCity的歌哦 谢谢 因为当然大家现在已经都听到《沙眼专辑》了 但是我最近才在这个网络上面听到了 我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有参加了《创作营》 然后那个时候有帮九云蔡依林写了一首 这个Lady in Rap,就是我们红衣女孩 那今天在我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 拿回来重新自己诠释的翻唱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其实会有这个机会是因为去年有参加一个创作营 叫做《命》 然后我跟外国的有几位作者一起写了《红衣女孩》这首歌 然后现在网上放出了那个demo版本 就是我们原本第一个给九云听的最原始的demo版本 所以那个时候,在交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信心想说 她应该猜一点,好像之前没有唱过这样的曲吗 然后会不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被退稿啊 或者是会不会有这些顾忌 其实还蛮担心的,因为毕竟她也是就是天后 所以我们一开始写的时候都是没有抱着50%的信心去写这首歌 然后后来知道她有选这首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最近呢,如果大家有痛的话可以去网络上面听听看 因为Curis City自己演唱的这个版本呢,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我知道最近呢,还有另外一首新单曲也推出了 哎呀! 对,没错没错 这首新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首新歌就是,因为暑假的时候,我有回去LA,有去过年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顺便有拍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影片 然后就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搞笑有趣的一个影片 然后这首歌呢,目前呢也在这个YouTube上面也可以听得到 没错没错 当然希望呢,之后可以听到更多Curis City的歌曲 因为就如同刚刚Yahle来到台上说 她说现在的新人啊,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创作、发挥的音音精致 让我们花乐乐团有各种不同音乐的这个曲方可以来做选择 所以邀请Curis City,高高加油!继续为我们花乐乐团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Guris City! 谢谢! 谢谢!